郑先生 几类人士打完针之后 教议出现严重的副作用 一些年纪大的长者 尤其是她有些长期的病患 最好是让她们长期的病患 和情况稳定了才好打 否则她们副作用的机会会大一点 另一方面就是一些 例如在吃薄血丸易流血的人士 血脂半低的人士 她们不是说不能打 她们打完之后 流血的情况可能会久一点 所以她们要按住针口位 会久一点的时间